現在我們這個選舉制度 真正就是要把更多的聲音 就是納入整個選舉制度裡面去 就是我們的選委是它的擴大的 它的規模是擴大的 它是組別是重新調整的 讓更多的界別能夠 進入到這個選舉委員會裡面去 所以它是一個更加均衡的一個參與 近日港區全國人代代表 香港公聯會會長吳秋北 接受中心設計者專訪時指出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 有利於各方面的多元發展 政治亦非常多元 完善後的選舉制度 能夠讓社會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人 都參與其中 是原有選舉制度的進步 吳秋北表示 通過完善選舉制度 來自社會各界的選委 具有廣泛代表性 其次更能夠將反中亂港分子 排除在管制架構之外 讓香港不用再面對政治內耗 不用再面對政治角力 所帶來的種種亂象 我們現在讓這個選委 他是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人 他有一個把關 就是能夠出來的 他都受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一種認可 那這樣就更加的能夠貫徹落實 就是我們愛國者治港這一個原則 確保他是愛國愛港 而不是有一些亂港分子有幾可存 吳秋北指出 新的選舉制度設計 具有高度智慧 一方面 有關制度 能夠讓行政主導的管制效能 彰顯出來 另一方面 讓勞工能夠更好的在議會中 在行政機構施政過程之中發生 讓勞工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 我們以前受到的政治的干預比較多 以及既的利益 大財團對於施政的干預是比較多的 因為這種既的利益 往往會利用社會紛爭政治內耗 來轉移那些根本的社會矛盾 那你現在沒辦法轉移 那你就要面對這個矛盾 你就要解決它 那你就能夠更好的去照顧到 這個特別是那個弱勢群體 勞工的一些訴求 在吳秋北看來 選舉制度的完善如同一個新里程 香港正進入一國兩制下的新時代 新階段 他表示香港必須直面社會深層次矛盾 作為愛國者 作為治港人才的一部分 工聯會有底氣參與到管制架構之中 推動解決包括土地問題 財富分配問題 及產業多元化等各種問題 GP 建議 選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